哈喽兄弟们,我是友谱,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给大家聊聊怎么样作为一个新手 也能通过联盟营销在网上赚到钱 即使是你没有网站也可以玩赚联盟营销在线赚美金 目前的话我们可以分享的平台非常非常多 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比如说Facebook Twitter,Instagram,TikTok,Interest,还有Cora等等 可以推广我们产品的平台非常非常多 通过分享你的联盟推广链接 每成功一单就可以赚取佣金 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我们新手 做联盟营销网上赚钱的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就是Fiverr的联盟营销 Fiverr联盟计划的话没有任何要求 那你直接申请那就可以通过 像其他有些联盟营销平台需要旅游网上 有什么社交媒体账号 这个Fiverr联盟营销没有这些要求 每个人都可以申请加入 对新手的话非常的友好 等一会我会详细教大家怎么样加入这个联盟营销 怎么样推广我们的链接 在推广这个网站之前的话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 Fiverr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的网站 Fiverr的话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在线平台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自由职业者 还有一些公司 职业职业者它可以在上面找到一些 兼职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你会编程 那你可以来到Fiverr上面 注册成一个自由职业者 有很多企业它可能需要一个编程的服务 但是它的企业里面也没有程序员 这个时候它也可以来到Fiverr 来寻找这样一些程序员 简单来说它就是可以让你找到很多服务的一个网站 比如说写作设计编程平面设计那些都没有问题 还有一些视频编辑 商业的一些策划 咨询 视频编辑 还有等等 那里面它提供的一些服务非常非常的全面 基本上我们平时在网上所遇到的一些服务 你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专业的人士 只要你给钱 那就可以找到人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Fiverr的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跟着我先来一起了解一下 这个是申请Fiverr联盟营销的一个网页 在Fiverr上推广产品专用金 那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里有个Fiverr 还有Fiverr Pro 还有个Logo Maker 第一种的话就是推广Fiverr上所有的一些服务 第二个的话Fiverr Pro Fiverr Pro简单来说就是在Fiverr上面 有很多很多专业的人士 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 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服务值 说收费稍微贵一点 还有一种就是Fiverr的一个logo制作 在Fiverr上面 它可以通过它强大的AI工具 帮我们来制作一个logo 那我们也可以推广这个产品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Fiverr的最基本的一些服务 你能想到的所有的服务 在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 比如说网站开发 真功智能 APP开发 搜索引擎优化 视觉营销 电商营销 网络分析 视频编辑 真人解说 还有很多关于一些写作 书籍写作 写剧本 创意写作 等等 非常非常多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详细看一下这个Fiverr 因为我们在推广产品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推广的时候 心里的话 大概才有一个数 我们看第二个Fiverr Pro的话 它大概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功能和服务 Fiverr Pro的话 可以理解为 它是一个顶尖 自由职业者的一个聚集地 这里面有那些经验丰富 技能超群的一个自由职业者 助你完成你的项目 它就像一个精英的一个俱乐部 关闻为企业和一些顶级的自由职业者 搭建了一个交流 合着的一个桥梁 在这个地方 你不用担心质量问题 因为Fiverr Pro的 它里面的每一个成员的话 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他们还通过了 Fiverr这个平台的一个 高标准的一个审核 第三个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非常专业的 logo制作工具 那这个logo制作工具的话 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 帮你创建一个专业的一个logo 我来演示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它推广Fiverr的产品 首先我们需要对它每一个产品 先有所了解 我们点击这个 制作你的logo 这里的话可以填入 你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名字 这里增加你的一个slogan 那我的品牌slogan是 make money on 就是在线赚钱 来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一下 你的行业 这里增加一些元素 比如说你的元素上 你想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 这里都可以填一下 我这比如说我的 我希望我的logo与钱相关 加一个money 我点击一个下一步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 你的logo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 我觉得比如说第一个不错 选择第一个 点击下一步 看一下你的品牌logo 你想做成什么样的 经典传统 有趣 简单 等等都可以 比如说我想简单一点 往这边拿一点 有趣 我想更有趣一些 我就往有趣这边拿一点 点击一个制作的logo 这个时候的话 Fileware的一个AI 它会调用它平台上面很多顶尖设计师的一些logo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风格 根据这些风格帮我们生成出像类似 帮我们生成出非常专业的logo 那么可以来看一下 这就是Fileware的一个logo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觉得这个logo可以 我会点击一下它 那现在上面的话是有水印的 那么可以来配置一下logo 左边的话你可以选择你logo 显示的一个样式 在杯子上面 在名片上面 在手机上面 在电脑上面 都会有 那第一点击左边 右边的话 它就会帮你给出你大概的一个样式 非常非常的nice 你觉得这个可以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购买或者下载就可以 那这里的话有三种价格 第一种90块钱 90块钱的话 它能给你提供哪些功能 这里的会显示60、90 一般的话 客户的话它会购买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可以推荐客服的话 购买60美金的 因为它包含一些更高质量的评级图片 还给了你SVG这个文件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推广一单60美金的一个logo制作服 我们可以获得多少提成 回到这个页面 它又显示logo制作的话 第一单的话 你就可以挣30美金 那这个30美金 还非常的高 那以后的话 如果这个客户的话 还继续在Fileway上面下载的话 接下来的一年之内 那你还可以获得10%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提成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那专家服务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提成 第一单的话 你可以获得它的一个70%的一个提成 这个Fileway Pro的话 上面的一些专家服务的话 一般都非常贵 有些的话可能几百美金 有一些贵的可能需要几千美金 请一个专家付费到一千美金 那我们可以获得70%的提成 第一单的话 我们就可以获得700美金 那接下来的12个月以内 每一单的话 我们还可以获得10%的提成 第一个普通的一个Fileway市场上的一些服务的话 我们第一单的话 可以获得25%的提成 接下来12个月 我们可以获得10%的一个提成 有很多老外都在做这样的服务 而且的话他们收入的非常非常高 引了66个人来注册 他获得了差不多500多美金 那这个朋友的话 他40个人注册 获得了差不多1000美金 那只点击了25次 成功了一单 那他获得了120美金 那有些专家服务 确实一单的话提成真的非常高 Fileway上面 如果你挣了佣金以后 最常用的收款方式 第一个是PayPal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通过PayIn收款 第三个的话 你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电汇 电汇到你的银行卡也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注册 我们的Fileway的联盟营销的一个账号 首先的话我们打开联盟营销这个一面相关链接的话 可以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然后先点进来 点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这里 现在加入 点击一下他左边这个现在加入 那你可以用你的一个Gmail邮箱登录 前面第一个的话是你的一个名 后面的话是你的信 后期的话也可以改也没有关系 第二个的话就填入你的邮箱地址 第三个就是你登录的一个用户名 这里填一下 这里填密码 这里确认一下密码 这里账号的类型的话 我建议大家的话 选择一个个人的一个账号 那如果你选公司账号 后面叫你提供一些税号 非常麻烦 这里他问你 那你通过哪些渠道来推广 来引流 如果说你有网站 你就点一个yes 这里可以填入你的网站 或者说你的社交媒体的一个账号 填进来都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你这里填漏也可以 也没有问题 这里的话可以选择你的国家 国家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中国 它里面的话是支持我们中国的 语言的话我们就选择英语就可以了 这里填好以后到skype 这里我们可以不用填 填好以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一封这种电子邮件 它里面的话会显示你的一个推广链接 当然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登录到我们的后台 来获取这个推广链接 那我们来登录我们的后台的话来看一下 这就是Fiverr的后台 那它这个组界面的话 它会显示我们这里面 你点了多少次 点几率多少 那引导了多少人注册 那这里都会显示 左上角的话 这里会显示你的一个 这里的话会显示你的账户推广的一个佣金是多少 这里会显示出来 那点一下这个到三角 这里会显示余额多少钱 赚了多少钱 那给你付款了多少钱 那等等 那如果你在推广Fiverr这种联盟营销 遇到任何问题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里联盟营销经理 那这里有联盟营销经理的一个邮箱 那你可以给它发电子邮件 那如果遇到任何问题 那你不理解或者你不明白的 你可以给它发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那进入我们后台以后的话 第一步我们可以来增加我们的一个收款方式 那我们点击最左下角 这个你的邮箱这个位置 点击一下它 这里有个账号设置 在账号设置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个人的一些信息 那这些信息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改 没有问题 我们最主要用到的就是中间第二个 第二个人我们的一个收款方式 点了它以后 我们点击右键这个编辑这个信息 第一个地方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美元作为我们的一个收款 我们账号类型的话 我们选择这个个人 VAT 那如果你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就需要填那个 因为我们注册的时候选择中国 就不用填 然后我们最主要要填的就是这个地方 付款方式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 这里有三种付款方式 第一种的话就是通过电汇 我点一下这个电汇 点了电汇以后 需要填入你的一个银行的一些具体的信息 你的银行账号 你的银行的名字 你的银行的一个分行 银行的城市 银行的一个代码等等 这里有个Iban number 这个只是在欧洲地区的话 如果你账号注册是欧洲地区 那这个就需要 还有这个ABA number的话 如果你注册是美国的话就需要 因为我们注册是中国 这两个都不需要 我们看下一个收款方式 来点一下它 下一个的话 就可以直接用我们的paypal进行收款 这个也是最简单 下面的话 填入你的paypal的一个邮箱就可以了 还有种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派安营收款 派安营的话 这里上面填入你的paypal的ID paypal的用户名 我们要进入paypal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paypal的一个ID在哪里找 首先我们需要登录 我们的一个paypal的一个账号 如果你还没有paypal的一个账号 你可以先注册一个 打开你的paypal的账号以后 右上角这里你的头像 头像的话 这里就有一个客户ID 还有这上面显示的就是你的名字 把你的客户ID复制一下 然后填到这个ID 这里面就可以了 填好以后点击这个保存 当我们的收款方式达到最低 它的一个提现要求是100美金 达到这个要求以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提现了 你在申请提现的时候 他到时候会先审核一下 你的一个推广 那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他会在下个月 那也就是30天以后 把钱打给你 Flyway的话 它是每月支付一次佣金 如果说你的佣金的话 低于1000美元的话 那你可以用paypal 那派安营收款 如果你的美国佣金超过1000的话 他有时候可能会要求你通过电汇 直接转到你的银行卡上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教大家 怎么样来推广我们这个账号 来赚取这个美元 第一步 我们怎么样来获取我们这个推广链接 我们点击 左边这里有个市场工具 市场工具 这里有个mall链接 我们点击一下它 这个链接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推广链接 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Flyway Pro 推广我们的Flyway上面的一些专家的一些专用链接 那我们可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打开链接以后的话 它会直接跳转到Flyway上面这个专家这个页面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制作logo这样一个推广链接 这个就是Flyway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一个推广链接 那点击它以后 打开这个链接以后 它会来到Flyway的市场 那在上面的话 我们客户的话可以来寻找它的要的一些服务 在最左上角的话 它也可以来搜索相关的一些服务 它需要什么服务 它就在上面搜索就可以了 那这个服务里面就是第一单25%提成 那后面它后面如果还有订单 接下来一年以内10%提成 假如说我现在要推广我这个联盟市场的链接 我怎么样推广它 接下来有风会教大家 通过三个渠道来推广我们的链接 我们要用到的第一个推广网站的话 叫做一个quora quora的话它是一个 它就像百度资道一样 那用户的话可以在上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回答别人的问题 那顺带的话来推广我们的产品链接 那就像百度资道一样 那只是说你做百度资道如果你放链接有点难 但是quora上面的话放链接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 比如说我在google里面搜索里面 怎么样找到一个网站开发人员 那有很多人的话他要做网站 那这个只是我举的例 有很多人他需要做网站 但是他不会做 他需要找到专业的程序员来帮他做网站 那他可能会搜索这样的关键词 往下面拉我们可以看到quora的排名的话还是非常的靠前 基本上是google的第一页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更多搜索结果来自quora 我们点击下他 接下来我们要做怎么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功能 那我先把这个网页的话放小一点 我按住了键盘上的一个Ctrl键 再加鼠标上的滚动键 他可以放下我们这个页面 我把这个页面的话截个图 接一下 截了图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我们的一个ChatGPT 那我们把这个图片的话粘贴进来 那我用的GPT的话是GPT4O GPT4O的话 他现在的话是可以 识别我们图片上的一些文字信息 接下来需要借助AI的力量 来帮我们处理一些推广上的一些问题 把这个提税发送给他 发送出去 我给他提示词是这样的 我准备做Five的联盟营销专用金 那图片里面显示的是 别人用quora回答别人的问题 顺带推广Five上的服务 我也想这么做 那请根据他回答的一些问题方向 再结合上 Five上比较热门的一些服务 给我推荐一些 我回答别人问题的方向 那给我具体的问题 那我好直接在quora上面去搜索 问题来回答 那我问一下GPT明不明白 因为作为一个新手 你可能都不知道 那要去找什么样的内容 那去回答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Five上面它涵盖的内容比较高 那在这里的话 我就先叫GPT 帮我们找出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通过这些热门的问题 我们再去回答 因为比较热门的问题 可能提问的比较多 那我们推广成功的几率也比较高 他说他明白了 他希望通过quora回答问题 来推广Five上的服务专用金 那他以下是根据我们提供的截图 和Five上的一些热门服务 推荐的一些回答方向和具体问题 因为我刚才给了Five上面的截图给他 GPT4O的话 他现在这种非常 他GPT4O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模型 他可以根据我们的图片 那我们以往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些字打出来 再发送给他 现在的话直接丢给他一张图片就可以了 他直接帮我们识别 识别好以后 现在的话帮我们推荐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去回复一些关于web 网页开发和设计的一些问题 那第二个的话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平面设计方面的一些问题 第三个的话 一些数字营销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Five上面的话都比较热门 还有一个就是内容写作 还有一些视频编辑也比较热门 他给了我们一些问题 比如说 如何找到一名优秀的网页设计师 那有很多人的话 可能有网页 他可能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哪里可以找到高质量的一些logo设计服务 那有很多人可能也会问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 怎么样为我的新网站找到一个 SU服务 你做网站 你想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排名 你可能需要找到一名SU优化师 来帮你优化你的网站的关键词 让你的网站的话排名更靠前 在Five上面的话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一个 在Five上面都可以找到这些SU专家 还有一些写作 在哪里可以找到一些写专业的博客写作服务 那有哪些平台可以提供高质量的文章写作 Five的话都可以提供这些服务 我需要一个文案撰写人在哪里可以找到 比如说你想写文案找不到人 那你可以来Five上面来找等等等等 非常非常多 接下来我来增加一下难度 我说你能直接找到这些问题的链接吗 我好直接点进去回答 用英文去搜索 因为在Core上面的话基本上都是英文 那如果你用中文的话可能找不到太多的内容 而且我们赚的是美金 赚美金的话我们肯定要服 我们肯定要服使英文方面的客户 接下来的话 GPT的话帮我们找到了相关链接 但是这个链接的我试了一下 点不动 再来进一步给他提示 我给他提示是帮我整理到一个 帮我整理到一个Excel表格里面来跟我下载 因为这里点击不到 我就直接叫他帮我放在表格里面 等一下我们把表格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就可以直接点开 那这个表格已经生成好了 我们点击这个下载 这里的话已经下载下来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刚才GPT帮我们生成好的表格 那后面的话有对应这个问题的链接 点一下这个链接点最前面 那他可以打开点一下 再点第二个 再点第三个 第四个 那这里他会开打开多个页面 如果这种页面找不到的话 就不用管他 把它关掉就可以了 我们来回答一下他找到的一些问题 这里有个人问 他说他需要一个网页设计师 帮他创建一个网站 谁可以帮了他 这里的话他很明显就在寻找这样一个服务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在里面来回答他这个问题 来到Core以后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 你可以先注册一个Core的一个账号 那这个人问 他说他在哪里可以找到专业的网页设计师 那他下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下面有很多人给他恢复 这里的话也有人 你看在推广Fileware的一个链接 你看这里也是 我们点击一下他 你看他同样的话跳转到Fileware上面来 那说明的话这个方法呢 确实是行列通的 有很多人就在这么做 那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你看这里也有人在推广Fileware 那我们只需要跟着这种成功的方式 那这里也有人推广Fileware的一个上面连接 那我们点一下他 你看同样的可以来到Fileware的账号 一旦有人通过这个链接下单 那他就可以获得一个提成 获得一个佣金 那这个市场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那比如说我们先搜索一下这个网页设计师 那我们打开Fileware以后 我们也来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 那里面你看这里有非常多网页设计师 我们这里的话就可以来 Answer就是回答这个问题 那这个回答我们怎么样回答的 如果你不会 那么可以交给AI来帮我回复一下 我给GPT提示是帮我回答以下这个问题 那我把这个问题的话附到 那我把这个问题的话附置到我的GPT里面来 那本期用到所有的一个提示语的话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有个链接到时候大家打开这个链接 那进去直接复制 我用到一些提示词就可以了 那很自然的把我的Fileware推荐链接加到里面来 我的Fileware推荐链接式 这里的话把我的推荐链接加进来 刚才我们通过Fileware搜索这个网页设计师 接下来我们来生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推广链接 首先我们复制一下顶部这个搜索结构页 搜索搜索结果页 接下来我们需要到我们的Fileware联盟营销的后台去 在Fileware的后台的话 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市场工具 这里有个默认链接 这里我们点一下它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用到这个DeepLink点一下它 然后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搜索结构页这个链接 复制一下它 然后粘贴到这里面点击个保存 就可以获得这个推广链接 选择最后一个复制一下它 点击这个按钮复制一下它 这就是我们刚才这个搜索结构的页的一个推广链接 那我们复制它以后的话来到GPT 然后粘贴到这个地方来 把这个提示发送给GPT 我们来看一下GPT 来帮我们来回答一下 那如果说你英文不好的话 那你去回复这样的问题可能有点难度 音源的话给了我们很多种回答 那这里的话它给了很多种 我们随便选一个 比如说第一个我觉得不错 那你可以复制一下它 那如果说你觉得它回答的这些有点僵硬 那没有关系 那么可以换一个提示给它 那我说用第一人称的语言来写 感觉像自己经历过一样 那这样写出来的话 这个答案的话可能感觉会更自然一些 接下来需要复制一下这个回答 那我们把这个答案复制一下它 我们来到Quora 我们点击这个回复这个问题 把这个的话直接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点击一个发布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才回答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链接 它会直接跳转到File 那非常非常的棒 那么回答完的问题以后的话 这里可以显示看有多少个人看过我们这个回答 那如果下次你还想找到这个问题的话也很简单 那我们点击右上角 你的头像这个位置 那这里有个你的内容 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这里面的话可以看到我们回复过的问题 那这里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显示 那你可以点进来 那可以看到你刚才回答的这个问题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三个点 那我们还可以来更改一下我们的一个回答 那点击这个更改回答 让我们这个回答的话更突出一点 更显眼一点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File 我们可以来到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来截一个图 放一个截图在里面的话 等一下我们这个答案的话可能看起来更明显一些 这里有个图片 我们把截好的图片的话存到我们的电脑上 点击这里 看这个图片点击一下它 把我们刚才截好的图的话传进来 这里点击一个发布 那这样的话这次 那这样的话我们回答上面的话就有图片了 可能会更明显更显眼一点 这下面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有74个相关的问题的话 那你也可以去回复一下 那右边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相关的问题 那这里面问题太多 那你都可以去回复一下 那你要做的话就是稍微勤快一点 那前期的话你不要发的太猛了 如果你发的太猛 那你的号可能会被封掉 那当我们回答问题以后的话 可能在接下来几个月 甚至可能在接下来一年两年 如果这个 答案被别人搜索 被别人找到 那你同样可以获得一个流量 这是一个长期的投资 那你不要着急马上看到效果 那可能会在接下来未来 不经意间可能有一天 你这个就会参加 大家需要有点耐心 我们刚才GPT 还帮我们找到这么多问题 那我们都可以点开来看一下 你可以依次来回复一下这些问题 那如果说你打开的网页打不开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前面 直接你复制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在这个Core上面直接搜索就可以了 那里面的话提到的问题非常非常多 可以复制里面很多问题 那你直接在上面来搜索就可以了 那搜索出来以后的话 我们一定要剪辑 左边这个是提问 找到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 方法和原理都一样 我们可以来到GPT 叫GPT的话 来帮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推荐第二个平台 也可以来推广我们Five上面的一些服务 那我们打开X.com 也就是我们的Twitter 可以好好利用这个平台 来推广我们的联盟营销的链接 在推广之前的话 我们需要先把我们的Twitter账号 设置成稍微专业一点 点击我们Twitter上面这个 我们自己这个头像 我们先来编辑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编辑个人的一个简介 在编辑个人简介的时候的话 那这里的话 我们最好写出一些感觉 就像真实的这种人的这种感觉 那你不要太广告了 看得太明显了 那如果你不会写没关系 我们可以交给GPT SEO来帮我们写 我的提示词是这样的 我准备在X.com上面推广 那请帮我写一个个人的一个简介 那我的身份有什么好的建议 让人看起来更专业 另外的话里面需要包含一些热门的话题 关于Fileware 关于软件开发 用这种警号话题这样来表达 你可以先问我一些问题 再根据我的问题再来回答我 先让GPT不着急回答我的问题 先让他来问我问题 为了创建我们专业的一个简介 他叫我回答一下问题 那我怕可以把它上面的复制一下 单击到这下面来 把我们来挨个挨个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那你目前的职业是什么 你的专业领域是什么 那你可以在这上面写上你的一些专业知识 比如说我的专业领域是自媒体 网自媒体等等 你在这个领域的话有多少年工作经验 这里可以填上你的一个工作经验 那你有哪些突出的项目或者说成就 那有的就填没有的话你可以填个没有 那你主要关注的技术和工具有哪些 比如说AI AI油管 那你希望通过Bio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那这里的话我需要它吸引潜在客户 专业展示专业的一个知识 那你在推广中希望突出范围哪些服务 比如说你主要做的是一个软件开发 平面设计AI写作等等 那你平时是否活跃在其他社交平台 那我们可以填一个 比如说油管啊 提个拓口我们都可以填上来 那这就是我们根据他的回答 我们来发送给他 那他有了我们的一些的回答以后的话 接下来他来帮我们根据我们的回答 来帮我们写一个个人的一些简介 我们来看一下他写的怎么样 这个简介的话我觉得写的非常好 因为我们做的是英文 我叫他翻译成英文 好有了英文以后的话 这就非常好办了 那我直接复制一下他这个 直接复制过来 来到我们的推特 安提到这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推特上面的话 它的限制是160个字符以内 我叫他简短一点 那我叫他控制在160个字符以内 需要包含热门的话题 这上面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复制一下他 来到我们的推特上面 把我们这个简介的话 粘贴在上面 因为后面这个 在后面的话可以根据你要 选择做的行业 因为在Fileway上面有非常多的行业可以做 可以复制一下相关的行业 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那后面这个警号 那这个话题的话 大家一定要带上 因为你带了这个话题以后 别人在推特上面搜索的时候 有可能就可以找得到你 那地址的话 我改成一个美国的纽约 粘贴到这里面来 我们的网站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到Fileway的后台 把我们的推广链接的复制一下他 复制最下面这个Fileway的一个市场的链接 我复制一下他 复制之前的话 因为我刚才加了这个Deep Link 我先把里面的给删掉 然后点击一个保存 这种简短的复制一下他 来到推特上面 粘贴到后面来 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就可以了 把全部填好以后 还有个头像非常重要 头像一定要专业的 你不要搞成像这样子的看起来 如果你不是真人出镜的话 这样看起来非常不专业 人家可能不相信你 最好的话 又传一个真实的一个头像进来 我们在Google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 就是真实头像生成器 那我们选择第一个 这个链接的话 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 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这个网站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选择他的性别 年纪比如说 35 25到26 26到35岁 你刷新图像 他就可以帮你生成一张图像 那我觉得这张的话还挺不错的 我点击右键 然后可以把这个图片的话 保存到我的电脑上 那因为他在下面的话 有一个文字logo 那我们需要把它去掉 那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photopee photopee的话是一个 photopee就像ps一样 它是一个在线版本 只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我们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片 直接拖进来 拖进来以后的话 我们点击左边这个裁剪 那我们把下面这个字的话把它裁掉 点击这个勾 就可以了 现在的话 那就看不到下面的 当然的话 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头像 也没有问题 点击文件 这里有一个导出 导出成gpg就可以了 保存 它会下载下来 本期用到所有的链接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 兄弟可以打开 跟着我一起操作一下 回到我们这个后台 把我们这个头像的话给换掉 应用一下 最上面的话 我们这张图片呢 我们也可以换掉一下 那我们可以来到pixel 专业的免费的图片素材网站 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素材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来找一张素材图片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 让我们推特的这个页面的话 更像一个真实的人的存在 因为真人的话给人的感觉的话 信任度才会更高一些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office办公室 随便找一张 我觉得这张还不错 我点击这个download 把这张图片的话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 点击推特这里有个增加图片 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图片的话 传进来 设定一个区域 保存一下 让我们刷新一下 大概的话 我们整个的话 推特的介绍页面的话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话 有我们的头像 这里可能像一张我们办公室的照片 下面还有一些话题 你看这个话题 如果有人在上面 在推特里面搜索相关的话题的时候 那我们的帐号的话 就有机会出现在这个里面来 所以说这个话题非常重要 这个话题的话 都是刚才我们用AI的话 帮我们生成好的 下面的话 还有我们的一个链接 我们点击一下它 把它会直接跳转到 我们的一个file的一个网站 它在推特上面的话 是允许被推广的 所以我们这个链接的话 可以直接打开 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写我们的一个推文了 我们点击返回一下 上面的话 可以来发布我们的一些推文 那接下来同样回到我们的GPT 我把这个提示语发送给它 帮我写几个推文 那需要包含 File 或者说是软件开发等等 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就是刚才 这个GPT帮我们生成好的一些推文了 我可以直接复制一下它 我们来到我们的推特 点击上面这里 把我们刚才这句话的话粘贴过来 在后面的话 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推广链接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平面设计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Fileway上面来搜索一下 比如说这个平面设计 搜索平面设计以后 同样我们复制上面的链接 然后我们来到Fileway的后台 点击这个DeepLink 把这个链接粘贴进来 保存 然后下面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推广链接 我们复制一下它 然后来到我们的推特 把我们的链接的话粘贴进来 最后你看它还帮我们加了一些话题 那我们直接就可以发布 当然的话 你最好的话 还可以点击左下角这个配图 那你还可以配上一些图片 比如说我们做的是一个设计 那么可以来到刚才还是一样的Pixel 我们搜索一下设计 找一张的话 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些招片 比如说我觉得这种可以用点击的download 把这个图片的话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来到我们这里 来到我们这边 这里有个media点一下它 把我们刚才这张图片的话传进来 传进来 还有点击一个发布 一旦有人通过这个链接 点击跳转到我们的一个Fileway 购买了相关的一个设计服务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 获得提成 那我们刚才增加这个话题的好处的话 真的非常的好 我们在右边比如搜索这个品牌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上面包含了 比如说这个branding就是品牌 那我们在右边搜索这个品牌 我们来试一下 搜索品牌以后 我们点击这里中间这个最新 在最新的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发布的一个推文的话 就被显示出来 那如果有人搜索这个关键词 那我们就有机会出现到这个位置 出现这个位置 当它点击这个推广链接以后 那来到我们的一个Fileway 购买了相关的一个产品服务 那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佣金替成 那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那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GPT 把我们更多的一个推文的话复制过来 粘贴进来就可以了 重复这样的步骤 在X上面也就是推特上面的 还有一种方式的话 寻找到我们的客户 那我们可以直接利用 好我们直接可以利用 推特的一个搜索按钮 那我们搜索这个 聘用一个APP 开APP设计师搜索一下 那有很多人的话 他其实会在Fileway上面 发布一些招聘信息 他需要寻找一些专业人士 他可能会发布一下推文 那我们往下面翻 我们来找一找有没有在找这样的人 那比如说这个人 他说请求帮助 他说他需要拼用一个设计师 招一个设计师 来设计他的一个SAAS 那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下面来回复一下他 那我们点击这里一个reply 然后这的话可以提供一些你的一个答案 如果你不会 那我们可以来复制一下这个 来复制一下他的问题 我来到我们的一个GPT 我给GPT提示是这样子的 以下是我在X上发现的一个需求 请帮我回复一下 并很自然的加上我们的推广链接 我们的推广链接 因为他要寻找的是一个 他寻找的是他要寻找一个设计师 然后我们就在Fileware上面来搜索一个SAAS设计师 所以他要寻找的是一个SAAS设计师 所以我们在Fileware上面来搜索这个关键词 复制一下上面的链接 把我们上面的链接转换一下 转换成我们的一个推广链接 同样的来到我们的Fileware的后台 点击这里有个Deep Link 把我们刚才这个链接保存一下 这里的话复制一下我们最底部这个链接 回到我们的GPT 把我们的一个链接的话 粘贴到下面来 发送给GPT 让GPT来帮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就是他帮我们回复的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复制一下这个链接 来到我们的一个 来到这个屏 回到我们的X 粘贴一下我们刚才的一个 粘贴到这里 但是的话它字数超了 字数太多了 回到我们的Fileware 我就说 但我说字数超了 简短一些 叫它重新帮我生成一下答案 符合X上面 X.con上面的有回复的一个字数要求 好接下来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复制一下它 那我们复制一下这个答案 把我们的答案的话粘贴过来 同时的话把我们的Fileware上面的这个链接 复制一下它 放到我们的最后 那我们要确保我们这个链接的话是对的 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链接好像没有显示完 那我们删掉一些吧 把后面这个删掉 把我们的链接的话粘贴进来 这次的话就没有问题 还有点击一个回复 同时我觉得最好的话 跟它配一张图片的话 下面的话有很多图片 我们把它配一张图片 那我们截个图把这个页面 点击左下角这个media 好接下来我们点到它这个里面来看一下 下面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回复 那下面的话还有其他人给它的一些回复 被浏览了三千多次 三千多次的话 如果有卖家 三千多次如果有人通过这个链接 你看如果点到我们的一个 如果点到我们的Fileware上面来 通过这个链接 购买到上面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就有机会获得一个提成佣金 那这个方法的话 大家的话可以多去尝试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发布更多的一些推文 那你寻找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话题 发布相关的一个推文 那如果你想在中国大陆推广 Fileware上面的链接的话 支付的话是必须要用到的一个网站 软件开发高手 这里就是有一个人他说 他想开发一个软件 去哪里找到优秀的程序 找到这样的问题以后的话 我们可以来这里写回答 写回答一样的 我们把Fileware上面的一个链接 还有截图的话 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我给他回答 国外有许多高手 你可以来我这个网站找一下 那接下来一样的 把我们的Fileware上面的一个链接 我们来搜索一下这个软件开发 这里面有非常多软件开发的高手 那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链接一样的转化成我们的一个Fileware的一个链接 先把我们上面链接复制一下 我们先把它装化成我们自己的一个推广链接 还有同样的点击这边市场工序 这里有个默认链接 点击第二个DeepDinc 粘贴进来 复制一下最底部这个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Fileware 同样的我们来截一个图 截了图以后 存到我们电脑上 然后回到Fileware 我们可以加一个图片进来 然后把我们的链接 推广链接复制一下 插入我们的图片 在Fileware上面的话 我们直接加一个链接 插入我们的链接 确定一下 发布回答 右下角 那这就是我们发布的一个问答 来我们点击这个Fileware 那这里的话继续访问 那同样的话 可以跳转到我们那个Fileware 网站里面来 那支付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里面的话也有很多问题 我们也可以去回复一下 你看这里有没有懂 软件开发的大脑 同样你可以去回答 大家可以多花点时间精力 在上面来找一些相关的问题 回答一下就可以 希望本期的分享的话 能对你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其实做联盟营销 还是非常的有意思 你看这里的话 做联盟营销 我们可以不局限于Fileware 其实有很多平台都可以做 而中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被动的收入 当你做的越久 那你可以产生的一个被动收入就越多 因为这里有些推广 当你的链接推广出去以后的话 它可能会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那你都可以产生一个 都可以帮你产生一个被动的收入 比如说我这里卖了8000 提升的话有2000 其实佣金的话还是给的非常高 差不多有30% 也只有虚拟类的一个产品的话 它的佣金还有这么高 Fileware的话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平台 Fileware的话相对来说的话 对于新手来说更友好一些 因为其他平台可能 比如说像Impact的话 它对你有要求 你去申请的时候 它需要你有网站 有社交媒体账号等等 但是Fileware的话它不需要 那作为一个普通的素人 那我们马上就可以来申请加入 那通过今天有方的方法的话 那大家可以举一反常去零和运用一下 我今天用的GP版本的话是GPT4O GPT最先进的一个模型 它比我们以往的GPT3.5的话会强大很多 GPT4还可以直接帮我们生成图片 那如果说你想把你的GPT升级为GPT4 那你不会 那我会在视频下方放一个链接 那教大家怎么样把我们GPT3.5升级 充值到我们的GPT4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有朋友留言 那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